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悅 歡迎回到我們的物所王國 那我怎麼前面有一頭狼在追一隻羊啊 我們趕快過去撿尾刀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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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肉啊 你幹什麼呢 不知道我之後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些小羊 抓回來養你知道嗎 喔 孩子跑 沒事 算了 總之我們上次呢就是想辦法把鐵匠給帶回來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沒意外的話啦 之後要製作裝備都要找他 然後 我這個公角好像有叫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來看一下是什麼 他叫我們做兩件事情啊 一個呢是進入萬靈躍井有沒有 然後另一個是鍛造就是武器什麼的 我可以找到他做一般的武器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 鐵匠武器 我可以找他做單手武器 我 我可以做狼牙棒以及這個 粗製的劍 我自己比較喜歡劍啦好不好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真正的就是 裝備 像這邊就可以請他幫我們做貓皮的裝備嘛 OK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想辦法來農一下這個 不過在那之前呢我打算 先把我們這邊蓋一個小房子好了 不然各位可以看到我這邊 這邊 看起來就是一個荒野而已 你知道嗎 這邊根本就不像是一個可以住的地方 所以呢我現在就要來蓋東西 啊不過我看他做這些 地基什麼的好像都要用到磚塊 他我沒辦法直接用木頭來做嗎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右邊其實是沒有磚塊的 他說要我們在工作台上製作磚塊 不能用木頭還蠻奇怪的 一般遊戲應該都可以用木頭蓋房子 總之我現在在這邊做了一個斧頭 我真的很好奇這種短斧到底是武器還是工具 因為像斧頭這個是寫工具 然後這個短斧是進戰武器 我記得我拿那個短斧砍數是寫寫寫很少的 我真的拿10斧砍看看看 18 啊如果是拿這種鐮刀呢 2 啊我拿短斧呢 短斧有10 他還是有點差異的 但還是沒有斧頭多 砍木材什麼的還是用斧頭比較好 我就在這邊原地砍 好啦那總之我目前看木頭啦 的確是沒辦法拿來蓋房子 所以 哇我這樣還要用工作台做磚頭 真的假的 磚頭啊他一次是做100個耶 欸可以啦可以啦 木頭2個可以做100個啦 好不好可以啦 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還以為那個 這遊戲材料很難收集 我現在木頭和石頭狀塊都有200個了 我現在就可以拿蓋房子了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 我們先用木頭當底好不好 蓋個小房子再說 啊不過蓋房子比較無聊啦 我就是 先蓋一下好了 盡量靠自己蓋蓋看 欸不是耶 各位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這樣蓋一個磚塊有沒有 我本來以為這樣子耗一個磚塊 我這樣已經耗了60幾個了耶 他材料其實也不是那麼好收集啦 OK觀眾我目前稍微換點 先把這邊蓋成了這樣子 那現在有個問題耶 那問題呢就是 我沒有辦法蓋屋頂耶 他屋頂好像一定要用什麼黏土之類的 就是我蓋不了 哎呦怎麼會這樣啦 我再看一下那個要怎麼弄好了 是這個嗎碎石磚嗎 還是 喔屋頂 屋頂的這個 哇這個好麻煩喔 他需要碎石耶 或者是椒油 椒油我目前搞不出來 植物纖維感覺又太好了 雖然用植物纖維我看應該是還蠻好看的 不過算了 碎石我好像有一點啦 因為碎石我之前有挖 挖了一點喔 我來看一下我這邊有多少 啊碎石才8個而已啊 OK啦 沒關係 我們 哇他只能做一個耶 沒有辦法了各位 我們現在只好再去收集資源了 我看一下周圍有哪個地方有碎石好了 我們有十字鎬 應該能破壞的東西都可以破壞啊 不用太緊張 喔然後各位我好像看到了 這種牆壁上會有奇怪像金屬的東西 好像就是 會有礦 我可以來那邊砍 呃踩個東西喔 像這個地方就有了 我們馬上拿鎬子敲敲看 這到底會掉什麼 喔有沒有這個就是碎石啊 還不錯 我們就在這邊敲 不知道會不會有碎石以外的其他東西耶 哇然後這遊戲體力真的回好慢喔 我目前玩到現在就是覺得他體力回真的太慢了 有點痛苦 欸是說這遊戲可以改變地形耶 所以我其實也可以往下敲這個圖耶 但他應該有上限啦 可能我敲到某個程度有沒有下面就敲不了 我猜是這樣子 他應該沒辦法真的就是挖到很地底 好啦我目前挖了一段時間還25格了可以回去了 現在實在太暗了 總之晚上到了我們應該可以來製作 更多這個屋頂了有沒有 我可以做好多個喔 五 呃500個瓦片 呃磚頭啦 不知道這樣子能做幾個屋頂 屋頂一次要耗幾個啊 好像13格而已耶 我好像不用挖這麼多 喔沒有好多喔各位 要花60幾個啊天啊 不管啦 總之先放啦好不好 我們前期就資源有限嘛 這沒辦法 好難過喔各位 結果我的屋頂根本就蓋不完 哈哈哈哈 啊真的是難受啊各位 難受啊 總之我們現在晚上啦 我覺得我們做個床好了 欸然後 這裡又怪了 這個好像是晚上隨機刷出來的是不是 不知道用火把他們的效果怎麼樣 感覺火把傷害很低啊 還是用刀 總之我們先在這邊製作個 床好了好不好 嘿 雖然說這是簡陋床啊 但是 他好歹 哇這真的好簡陋啊 有夠 有夠爛的耶 我們現在真的是家徒私壁啊各位 連天花板都沒有 有沒有 但沒關係啦 能睡就好 有沒有 我們一下子睡醒白天了 然後白天了我們就繼續去挖礦啊 我今天一定要把這種房子蓋起來 雖然說他很醜 雖然說我們現在收集資源很有限 但我還是要把它蓋起來 欸而且我現在在想啊 既然這遊戲是可以破壞地形的 那我在想是不是這遊戲其實也可以當血居了 就是我其實可以這樣子把這種地方挖一個洞 然後住在裡面對不對 嚴格說起來這是可以做到的嗎 哦然後這遊戲的體力真的很痛苦 煩死了 哇然後各位觀眾 這遊戲我做的很好耶 目前我們在這種類似洞窟裡面的時候 敲的聲音不一樣耶 各位聽 他有回音耶 哈哈 這遊戲真的是不錯 他在某些小地方做的的確是好啊 哇然後這遊戲的屋頂 他的 能蓋的東西真的很方便耶 他能蓋的東西很多 所以說接起來就很爽耶 比帕魯好多了 哈哈 OK 哇 我突然覺得這遊戲建築真的很棒耶各位 超級舒服的耶 雖然說我蓋起來一樣很醜啦 但 沒關係 沒關係 畢竟這只是臨時小屋嘛對不對 之後有拿到什麼新的建材 或幹嘛的 再來修改就行了嘛對不對 然後裡面看一下長這樣 哦 欸啊裡面怎麼一堆霧氣啊 這是我的問題嗎 為什麼我裡面 長得很怪啊各位 這是我的問題嗎 哇然後這遊戲 他的光源在裡面走出來直接變白癡耶 這是我的問題嗎 我們感覺好像哪裡怪怪的 怎麼好像哪裡怪怪的啊 這讓我忽然不是很想把東西搬進去 算了 我們蓋了這個房子 東西還是放外面好了 好啦不管啦 來啦我們終於可以來開始解任務了 總之 我們如果要造裝備可能要先做個這個 木炭搖爐有沒有 這樣可以讓我們燒木炭 這個應該是我們最先需要做的事情 燒個木炭 我們先來收集個石頭 來啦 總之收集完了之後 木 木炭搖爐我們製作 然後這個東西就當我們的野獵巫好了啦好不好 我們這個搖爐就放這裡 這個 這個 這看起來有夠小的耶各位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烤木炭了 木炭就是泥土丟進去是不是 然後原木是不是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我這裡材料多的啊 然後他就在這邊慢慢做 他五分鐘做幾個啊 十五個嗎 哦對十五個做 哇好久哦 OKOK沒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 他還能做什麼 鍛造爐嘛 因為他會需要木炭啦 然後原料金屬以及石頭 石頭好像還不夠 哇然後他還可以做釘子耶 這些東西都需要金屬廢料耶 我的天啊 算了啊 我們還是可以先做這些 毛皮裝啦好不好 毛皮裝我現在應該可以稍微 做一下 因為他材料需求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這種 褲子不知道可不可以分解成金屬廢料 啊不啊不我講什麼 分解成布料 如果可以的話 就我會輕鬆很多啦 總之我目前材料收集了一點喔 來製作一下這個好了 衣服 衣服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從我們沒有的先做啊 帽子和鞋子先做好了 因為這兩個是我沒有的東西 你看我現在還在 欸我是不是有鞋子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現在到底裝了什麼 總之鞋子裝備 啊我原本就有鞋子耶 OK沒關係 啊帽子總是沒有的吧 看一下我們的角色 啊我是沒有手套啦 我穿這樣有夠醜的 但沒辦法 雖然他長得醜 但他可以幫我們增加防禦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來啦我們手套和這個胸甲做一下 繼續製作 繼續穿 來總之我們目前呢是全套毛皮裝啊 非常的醜 真的是非常的醜 但沒關係好不好 然後他又叫我們做什麼庇護所 我需要斷在用的合適工作坊 啪啦啪啦啪啦 建造一個工作台 啪啦啪啦 我看一下 我他需要工作坊 喔我是解掉那個 製作裝備任務了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他有工作坊 我現在應該是有工作坊了吧 等一下我看不懂啊各位 我應該能做的都做完了啊 他怎麼不會進去啊 還是我要重新放置角色 喔完成了 這樣你就爽了喔 莫名其妙耶 那啦 總之我目前花了一點時間 總算可以做出這個 鍛造爐了啊 只要有了鍛造爐啊 好應該 就能開始製作我們的裝備了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哇然後這裡真的好暗喔 你忘了武器的事嗎 他還在等 哇他現在是把我當帕爐是不是啊 身為一個魂系玩家 你現在在威脅我是不是 那啦總之我來看一下 哇 鍛造爐是用來燒金屬板的 我好像前期不用先做這個耶 因為我現在能做的事情 欸等一下他有升上去了 我們下一套裝就會需要金屬板耶 啊單手武器他還不教我怎麼做更好的 然後我發現他的斧頭和狗賊可以升級耶 只是他會需要一個叫霧木木的東西 我猜可能要去霧裡面砍樹 可能才能收集到 恩 OK那最後我們再做一把劍吧 好像也不用耶 這把才16傷害 我目前的武器 這把是11 這把是12 對不對 這把是14的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目前其實能做的事情 不多 然後金屬我們就 拿來也練這個 金屬板好了 我們就把這金屬丟進去 然後木炭也丟進去 接著就慢慢 哇他這個好耗喔 兩個木炭兩個金屬廢料才只能燒一個金屬板 所以我的木炭還需要很多耶 好啦那我們就是多砍一點樹啦好不好 把樹多砍一點 多砍一點木頭來做木炭好了 這個沒辦法 我們玩這種生存遊戲 就只能這樣子 啊總之我就是在這邊稍微砍一點原木 然後在這邊 做木炭好不好 然後他下一個主線是要我去找什麼 萬靈躍井 我其實看了下其實沒有很遠就在這邊而已 這邊的話其實很近耶 就是我這邊往左嘛 這次在右邊 到時候去看一下好了 而且我們也需要什麼霧木的木頭嘛 然後一切都準備差不多了之後 我們就來去看一下 那個萬靈躍井到底是什麼鬼地方好了 反正我現在有皮革裝啦 要死是很難啦好不好 我覺得 反正他應該也不會比上一個區域難多少 而且我們現在家裡在燒木炭嘛 其實家裡真的不能幹嘛 總之我們就 來去礦井看一下吧 OK我目前已經來到這個霧木區了 就在這邊喔 然後我來砍一下這邊的木頭好了 這應該就是霧木木吧 各位 看一下 喔砍掉了 對這邊就是霧木木 我就可以用這些木頭來做更好的斧頭 可以多砍一點好不好 多砍幾顆 等下這邊好 好 好 雜好亂喔 然後我來到一個神奇的區域 各位 我在這邊感覺超危險的對不對 這邊是萬靈躍井喔 不到這邊 我也不危險 這邊視野是很差了 而且我的霧木只剩三分多鐘 就是我不能在這邊待太久 然後這個血有點厚 三級 欸是我的問題 貓果板覺得打他好痛 跟我們之前在 那個據點比起來 我打這怪是很痛的 欸 走欸 這遊戲的怪其實追尾都不強 就是他 不會追著你打 就蠻笨的 以魂系遊戲來講有點像魂1的怪吧 就小怪 然後這邊些瓶瓶罐應該也可以打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什麼好夯的 總之他是要我們來這裡是不是 萬靈躍井 那其他地方我猜應該 可能會有東西啊 但 那不是我們主要來的嗎 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畢竟我們時間有限 這邊是什麼 欸 白癡喔 我剛直接打爆一個奇怪的東西 然後這是什麼 回歸信標能補充 喔 這邊可以回物技 等一下 有怪 其實前期的怪都很弱啦 就是我 無腦平A就可以了 他 我不會霸體 會被我敲到暈眩 就還算蠻簡單的 OK 總之我目前是沒看到有什麼線索啦 欸 等一下我找到了 就這邊喔 總之這邊就是類似地層的感覺 五分鐘要探一個地層是不是 這個不能 慢慢探耶 各位 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入這個礦井 然後看一下 邪惡的根源 我猜應該就是一個BOSS吧 我看到了耶 紅紅那個是BOSS吧 還是其實不是 這感覺就打BOSS的地方啊 各位 你不覺得這邊就是 很邪門的地方嗎 等一下這是誰 為什麼左邊 這是BOSS嗎 嗨 這次不是BOSS他沒有血條 欸有耶 他是BOSS耶 右上角他有血條耶 誤所足閃電蠻獸 我們回個耐我們回個耐 好不好 這個要小心點 欸 他這個有衝擊波 欸可是現在 我的時間有限耶 4分鐘不知道打不打的事 總之我們 沒事不要耗耐 欸 我們耐用來攻擊就好好不好 有點麻煩 他攻擊蠻單調的 踢腿一個 然後揮衝擊波 還行 第三招是不是 揮兩刀砍一下 還好 這遊戲最麻煩的就是他要控耐啊 我的耐力真的有點 有點少 而且揮刀的僵值有點 有點多 3分40 呃14秒 應該會 哈哈 我現在都只能跟他換血 你知道嗎 因為他每次都踢我那一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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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砍太痛了 我們繞一下 老哥等一下 老哥等一下 這裡地形真的有個垃圾的 你知道嗎 一堆洞 他還有 2分3的血 應該可以啦 被刺傷害10次 哇 沒滾掉 這遊戲戰鬥不好打 因為主角的 體質有點太廢了 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 有滾會不會打到啊 欸欸欸欸 我還不喜歡這遊戲的翻滾機制啊 就是有時候我都抓的很 很極限的時間閃 但是閃不掉 10 哇 上1分45了 感覺我會死耶 OK 躲掉了 這個要提早躲啊 不能夠抓無敵真躲 我覺得不好抓 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提早閃 偏預判吧 1分30 1刀1刀1刀削 欸欸欸欸 沒事沒事 剛剛沒來 這位砍3下 然後我們倍刺2刀 滾走 喔 不用滾 砍 他還會格擋耶 砍 砍 我想說Boss有點弱啊 不是我在講 砍 啊啊啊啊啊 一滴一滴 一滴 我不應該說他弱了 抱歉 抱歉抱歉抱歉 1分 呃 40幾秒 我們來回個血好了 這個坑坑挖挖的很痛苦 OK OK贏了 一波輸出 霧木核心 這個頭部面具 浮石 不幸的狼牙棒 欸 我快死了 使用伐木斧摧毀他才能 我用伐木斧摧毀 我再砍我再砍我再砍 是不是我把他砍掉 霧氣就結束了 喔結束了 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這邊就進化了是不是 這邊就不會有霧氣了是嗎 OK 那我們就走吧 我猜這個是Boss盤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 額外的寶箱獎勵什麼的 欸然後我拿到狼牙棒耶 這個是什麼 他是近戰武器 不知道是雙手還是單手 我們用一用看 啊這是雙手 雙手武器耶 跟我目前點的這個技能不太搭 我目前點的這個東西是加體質 這條路 戰士路是單手 單手武器的是不是 有沒有 單手武器的 啊比較可惜一點 欸我現在有好多 我是升級了是不是 我好多點數喔 使用近戰武器傷害 攻擊石這個當然先點啦解鎖 增加我的傷害嘛 進化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增加你的力量 1 我想我們是不是也要來點一下這些東西 就是法木 踩資源什麼的會比較快 點這個好像 這兩個還不錯啦 好啦我們點一下好不好 10兆的這個東西點一下 然後 這個點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那麼追求傷害 以我剛剛打那Boss的感覺 其實傷害目前很夠 有缺再說好了 喔然後我看到這裡有箱子 居然會忽略 老跟法杖 我不喜歡法杖 我玩任何魂系遊戲都是 智障戰士 應該有觀眾知道這是什麼名字 就是智力靈的戰士 一個法術都不學 欸然後我目前在這邊 霧氣不會讓我扣那個時間 這邊已經沒什麼霧氣了 還是有啦 可是他已經 不會讓我 掉那個東西了 OK那我們就直接回去吧 那個鐵匠看到我幫他解的這個任務 他一定會很開心 我都想好他要怎麼誇獎我 你知道嗎 鐵匠 你有沒有誇獎我啊 看來你成功進化那個萬靈躍井 只要再接再立 你就能成為當地知名人物 嘿嘿是不是 他現在又有做什麼抓勾 之後啦 下一個任務是什麼 攀登遠古堅塔 雨火之谷邊 早在我們之前 遠古堅就建了高塔 遠古堅塔的調查大敵 附近就有一座 快爬要重新探索世界吧 遠古堅塔又在哪 我看一下 這裡喔好遠喔 算了之後再說 因為我現在還要來製作個武器好不好 武器 我這邊是有燒一點金屬板 然後我的材料都不足 我目前木炭有60個 我們把木炭都丟進去 然後金屬廢料不夠耶 各位 我們好像要去打那種人形怪 比較容易出金屬廢料 那就沒有辦法啦各位 而且他還不給我做新的武器耶 我應該有金屬板 他就應該要給我做新的武器吧 不是這樣子嗎 我有金屬板兩個耶 還是我的金屬板現在就只能拿來做這個 星星鬥士套裝 金屬板這個好耗喔 感覺很濃耶 老到爆那種 OK啊沒關係 總之 那個你金屬廢料可以還我嗎 我想要做那個斧頭啊 啊算了 我們現在材料不夠 我只好再去收一點金屬廢料 總之我們現在其實也不太能幹嘛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這個遠古堅塔看一下吧 然後試試看這個棒槌有多強好不好 皮革裝 然後看到人就敲有沒有 喔 前面有個一擊野狼 我敲 攻速有點慢 我不是很喜歡 但攻速慢有攻速慢的打法嗎 就是比較吃 判斷吧 就是哪些攻擊可以打哪些攻擊不能打 比較吃這個判斷 為了金屬廢料 欸等一下我 我來到這個橋下還是有霧氣啊 他這邊其實還是有霧氣的耶 只是 某些地方消掉的感覺 OK啊 也是可以啦 OK啊但也無所謂好不好 然後這邊有個罐子 喔這個吃的可以那個補充霧布的時間 這不用吃啊 我們現在只是要來左邊這邊 這個無所謂 然後我們走出來 我目前走到這邊喔 等一下我是不是走反啊 其實我應該走來這邊直接上去的 可是這邊我看到有個洞窟耶 喔沒有這不是洞窟 這就是一個 哇 我直接眼睛好變白目喔 這邊好霧喔 喔這邊可以上去 這邊是可以上去的 欸欸欸欸 我怎麼爬這東西耗耐耗那麼多啊 這邊可以直接上去啊還行 喔 OK那總之我們目前上來了喔 然後這邊是橋的另一段耶各位 之前看故事好像是這橋不知道被誰炸斷 好像是為了抵擋什麼東西的吧 為了王 總之你幹嘛啦 你看到我拿著超猛棒棒 你還站在我面前射我 不要命耶 欸等一下這邊我差一定會有好康的 這邊有補充甲耶各位 我天哪 喔這邊可以用抓勾翻越耶各位 就是如果之後有抓勾可以很輕鬆的爬過這座橋是不是 OK啦 但我目前沒有抓勾 之後再做好 我還是想要先 製作裝備喔 呃製作我的斧頭 然後塔是這座是嗎 這座很高的 我們來去看一下 欸等一下 這邊是我們上次來的地方啦 就是鐵匠 找到鐵匠的地方 然後我記得之前有觀眾說 我這邊有東西沒拿是不是 等一下這兩隻又重生了耶 他的怪是什麼重生的 重生機制我不確定 術蟲可以隱身耶各位 原來這遊戲術蟲可以隱身 然後這些怪真的比較硬你知道嗎 比剛那些 怪都硬很多 然後這些怪就是都很很蠢啊 就其實沒這麼難度 只要不要刷到 不太會被打到 總之這邊上面有個紅火的 可是這邊 喔這邊可以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 附近有威脅 我沒看到附近有什麼威脅 然後這邊有好康的箱子 火藥球 還行啊 閱讀 成功了 幹 誰 哇 蟲子會打我耶各位 居然會有蟲子 欸 嚇到 我想要樹不見 多虧遠古組我成功了 平靜如水 實驗體進入層面 但是能被換 他死了卻也活著 實驗體不會腐爛 不會受到實踐的洪流影響 內液會寄存在凡人體內 依格尼證明這一點 其實我們自己好像也是實驗體吧 就驗生人吧 驗生者還是什麼的 我們能活下去 我們可以長存 這些魚鏡方舟是我們 撐過霧幕的唯一機會 是不是 他 所以我就是他們的唯一機會 我就是要來解救他們的是不是 OK啦不管 這個不是我們要來的地方 這邊我們 我們上次來過 我們要來這座塔 看一下要怎麼上去 然後我要說 這遊戲的垂直打人 比較沒那麼爽 爽感有限 誒這邊是怎樣 用東西給我堵起來 他說需要抓勾才能跨越 真的假的 我不能用火藥球炸嗎 這個打不壞是嗎 不可能吧 可以啦這可以直接敲爛啊 誰說需要什麼抓勾 森林長弓 等一下又有怪了 誒 我都拿著我的棒棒敲你了 照來講 你應該要 被我敲暈才對不對 不覺得嗎 敲 敲 敲 OK 有啦 有啦 我們打這一小怪是能拿金屬廢料的 很爽 這邊有個信 想像一下 你在地平線上發現的沉默的石柱 他們被堆成 呃成堆的泥土覆蓋 他們像泰坦冰冷的子骨一樣伸向了天空 那是隱藏墳墓的標誌 隱藏墳墓 石柱喔 裡面的通道通往黑暗 手中握著火把你悄悄走入不確定 走進恐怖之中 然而搜索欲會敦促你越走越深 迷戀死亡的寶藏呼喚著你 要你留下來在塵埃中腐爛 那是家族生寶嗎 還是來自彼岸的傳家寶 我的朋友 不管那是什麼 他們都將成為帝國的根基 有鮮血足血的堡壘基石 聽起來不錯吧 我知道大概的意思 喔 我閱讀這個他是要跟我說 有什麼任務之類的嗎 直線喔 我目前看好像沒有 欸有欸有欸 他在這邊幫我開了一個直線 可以阿 這個地方 喔這邊有個紅紅的東西 偷看一下 欸喔這裡有個屍體耶 然後這是什麼 惡運如閃電般來起 嘻 嘻 哇這什麼有名的 喔這個也是 墳墓的那個欸 閃電照亮的天空 自從火焰被無情的滂沪大雨交集後 那就是我唯一的光源 當然 在我出發去尋找隱藏墳墓前 我就已經看到了雲層聚集 我在微風中尝到了威脅的滋味 結果有各種提示 他還是催促我繼續上路 我其實不是很想看他寫的這些詩 你知道嗎 到底在講什麼啊 喔現在又更遠的是嗎 我不知道 感覺好像在前面欸 但我現在不是很想去 之後啦之後啦 我們現在先來這個遠古尖塔啦 就快到了 他是上面欸各位 這怎麼看起來又像是一個BOSS區啊各位 而且這個看起來非常高 而且感覺很難欸 遠古尖塔 我不知道 總之這邊不是打BOSS啦 這邊應該像是什麼紀錄點 這是電梯喔 等一下 這邊是代表我有紀錄了嗎 我好像可以隨便就來這裡的樣子 來我們上去看看 想辦法進入遠古尖塔 我進去了 然後呢 喔這個像是地下城的地方欸各位 那這個我們之後再來好了好不好 我怕這邊會有特別強的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陷阱 我現在身上物質有點多啊 不是很想探這種地方 OK啊那 那我們去尋找隱藏的墳墓吧 這邊就我們下次再來 尋找隱藏的墳墓 好像是前面那個建築物是不是 哇然後我看到遠處有很多建築 那些建築好像都是可以探的是不是 這遊戲是真的很龐大的感覺 另類法環 比較沒那麼難的法環 隱藏的墳墓入口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看起來又是一個很邪門的地方欸各位 這邊有小蜘蛛欸 蛤蛤 蜘蛛一敲就死 然後果然蜘蛛有限財 之前我果然沒猜錯 兩隻蜘蛛 我們先打左邊的 這隻蜘蛛真的很多欸各位 算了 我們先打右邊好了 這邊一定是死路對不對 不是欸這邊蜘蛛越打越多欸 好噁心喔各位 這怎麼一堆看起來很噁心的蜘蛛蛋 這裡有兩隻蜘蛛 小心一點 敲 大蜘蛛好像要敲兩箱 這隻要敲兩箱 欸唷他吐蜘蛛蛋給我欸 小心 敲 OK 敲 其實我覺得這個蜘蛛蛋好像也沒有多好用 就是 哎唷 哈哈 嚇死我 還好 魂類遊戲玩多了 會有一點警覺性 欸 幹嘛 害我中毒了啦 怎麼這邊 這邊有觀察可以打開 火球 這是法術的樣子 OK 好像有個什麼治療湧暢的 但我對這些沒有什麼興趣 繼續往前吧 蜘蛛 被咬到就會中毒欸 好煩喔 這邊有 這個不是箱子 OK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 其實拿火把打他應該也蠻痛的吧 他感覺就很怕火 好像也沒有 火把蠻廢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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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那麼會跑啊 怎麼這邊有個箱子 這邊我們先不要進去好了 我們先把這邊探完 他應該就是一個小空間啦 這邊也有東西 OK 然後這個地方一定會有小蜘蛛 欸 這邊沒有欸 欸 然後這邊什麼都沒有是嗎 這邊什麼都開不了 OK 那我們就 去下面那個地方吧 那邊感覺有點像 呃 會有BOSS區域吧 評估一下房間大小 應該不會啦 這種地方太小 應該頂多就是我埋伏啊 不然就是單純給我領東西的 棺材 白骨裝塊 他可以裝修墳墓還是什麼樣 可能之後會需要用到 這個吧 我也不知道欸 啊這下面可以幹嘛 不能幹嘛 這邊任務完成了 尋找隱藏的墳墓 沒了 就這樣子喔 OK 那我們就回去吧 這可以直接傳過去嗎 可以欸 總之我又拿了一些金屬材料回來 這樣子我總是可以找你做 斧頭之類的吧 好像可以欸 我材料夠 我們來製作一下 欸而且我發現打蜘蛛會直接掉線材 我之後如果要刷線的話 就是打蜘蛛就好了 因為線其實蠻缺的我覺得 來啦 總之 伐木斧 哇他這個工具五級欸 代表我們現在三級用五等的 呃 裝備就對了是不是 製作一下 欸鎬子做不了欸 金屬費料不夠 怎麼會不夠 不 各位我缺了一個 怎麼這麼剛好啊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 那個斧頭做出來 我要再去敲一下怪 OK總之他們又重生了是不是 那些 哇這隻狗真的好痛喔 這隻狗真的好痛喔 這隻狗真的好痛喔 他比BOSS還強超多欸 這遊戲的狗是怎樣 跟魂系一樣 痛得要死 來啦 欸 等一下這些怪還是好痛喔各位 這個營地真的比我目前遇到所有東西都還強欸 超級硬 超級硬 我已經拿這根大棒棒的敲 還是好硬喔各位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只想拿個 好康的 金屬而已啊 OK我可以走了吧 給我 有喔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我現在想啊 如果像剛剛那些小怪都已經那麼強了 那原部剪塔的怪可能會更強 我覺得之後可能要想辦法強化裝備什麼的 我猜啦 來啦總之十字鎬做一下 那最後啦好不好 我們的斧頭和鎬子都做出來了 直接試一下他們的效果如何 好不好 喔 好像沒有差多少 各位 我覺得好像沒差多少 原本好像砍十幾吧 現在變二十六這樣子 我們一周還有點這個欸 多三十趴的傷害 效果沒有想要這麼多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集 就差不多到這裡到這裡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有什麼見面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群星的這一集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簡融蛊 我們下集見 再集見 連電話 我們下集見 現在快遇見